我们看这一集 这一集他说汉林国中 去年男生报道 新生报道 他说男女生共八百人 这个是去年的 那今年的话 男生他减少10% 女生增加10% 总共增加5% 那么他问说今年 这个男生有多少 去年男生我叫XR 去年女生我叫Y 加Y是等于八百 现在今年男生他减少10% 10%就是0.1 今年的男生有多少 1-0.1 我称X X是去年的 加上多少 女生增加0.1 就Y 乘以 1加0.1 这个 这个 等于什么呢 等于去年 增加5% 变成今年的 去年是八百 八百 那现在增加5% 就1加0.05 那个十八百是0.1 那五百是0.15 那现在要解什么呢 解这个 X跟Y 那X跟Y 那我这个把它给整理一下 就得到什么呢 0.9X 加上 1.01 Y 这个怎么办 等于800 等于是 800 乘以多少 乘以 1.05 就是 105 乘以8 840 840 840 那这样子的话呢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怎么做 比较好做 我们稍微给它剪一下 剪上去 剪上去的话 或是剪下来 剪下来的话 就是 0.1 一个十 剪下来的话 剪下来变成乎的 剪掉 这个是多少呢 这个是0.1 0.1 因为增加 差关于0.1 0.1 1007 所以这个不是 这个应该是1.1 那剪下来的话 剪掉 0.1 外 这就是 这个是等于 剪的多少 剪的40 好 把它乘以10 乘以10 乘以10的话 就是x X 減掉 Y 等於 戶的 400 他現在要求什麼呢? 求今年的,就要求這個東西 我先把 X 算算 我把它加起來 這個四字跟這個四字相加 相加以後就 2X 等於多少呢? 等於 400 那你就說 X 等於 200 不過這個是去年喔 這去年的男生 去年的男生人數 那今年是這個 就 200 乘以多少呢? 1 減掉 0.1 就 0.9 所以 9 到 18 180 所以今年的男生有 180 人